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达成50万的订阅目标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收看 好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 黄介诚教授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好久不见 另外是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 郭正亮委员委员好 郭大平安 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张静大哥 静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资深时事评论员 李建南大哥老大好 大家好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来关注的是 美中两大超级强权的冲突 在制度跟价值上的全面抵触 现在全球关注的是 两大军事强权在国防上的敌意 会不会越来越深 因为我们看到在18号 美国潜艇发射了 4枚三叉级弹道飞弹 而中国方面在19号深夜 也宣布成功试射 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 现在看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 好像慢慢在堆叠 但是两国试射飞弹的时间点 看起来蛮巧合的 老师怎么解读 我认为这些飞弹试射不可能临时起意 临时安排 可能本来就是属于它年度的计划 或者是说它科研到某一个程度 或者是时间 为了要再进一步提升做一些测试 所安排排定的一些事情 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新闻 我觉得有几个点 因为老师讲在上一个世纪 我们讲过很多的核战略 可是核危机并没有真的那么多 反而是最近有两件事情 让大家重新去探讨 我们北韩的先排除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有提升 它的核武库的这些战备 另外一个就是外船 就是中国大陆在重新建立 很多新的核弹的 洲际弹道飞弹核弹的发射井 那这两个问题 摆在一起以后 加上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事 曾经有一度 这个用核武的这种暗示的方式去 让大家感觉可能 永和国家会有一个nuclear exchange 就是会不会有引爆这些问题 那么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自然就会比较突出比较特殊一点 那基本上来讲 核打击能力美国一直是领先的 那中国大陆向来都是说不先使用核武 所以它是用在核暴富或第二级才会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概探讨了20多年的 这个所谓的反导 就是如何反制这个弹道飞弹 如何拦截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它在这方面已经 从第一次大家有点惊艳发觉它宣布它这个 这个忠诚反导的这个成功 那到现在变成不是什么是新闻 不怎么是新闻 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 并不一定把它看成巧合 我觉得时间点贴近 那当然新闻下标可以说 你做了我马上反应 但是你说如果是在间隔一天之内 除非事前有约定 我不觉得会是老早就双方就讲好 OK 那这个问题我进一步请教静哥 因为静哥是这个武器专家 因为这个世界上具备远程弹道导弹 还有洲际弹道导弹 作为拦截目标的这个中断反导技术 跟能力的国家不多了 现在那个看到的国家呢 外传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 那俄军所使用的这个拦截弹 弹头是定向破片战斗部 那美军呢是非动能碰撞技术 这个都非常的专业 那北京新浪网报导是说呢 根据中国国防部通报的记录 这是他们第六次发射导弹 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怎么进一步来看这个 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呼应一下这个 就是黄老师所讲的 美国的这个三叉戟导弹 第一是UGM-85的 现在的是第二代是UGM-133 现在正在执行一个叫做这个 原来是这个 现在是叫D5LE 那个LE叫做Life Extension 所以它是一个做延寿计划 所以它这个一次打四射 这个打四发 基本上在做延寿的这个 就性能测试 然后来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反导 这个测试跟美国这个打 把它凑在一起 已经是这个媒体报导手法 假如你去看2021年 这个2月13号自由时报的报导 也是把两个事斗在一起 这是媒体玩弄的手法 大家不必太真正的在惊讶 美国这种密集的四射 一次打四发 基本上就是那个Life Extension的测试 那至于您讲说 中国大陆到底现在就是说 这些忠诚反导的实力 这个发展到什么样子地步 我必须要讲在1965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立下 就说国家的反导 1965的时候就已经立在 是国家重点的工程发展项目 在1963年的这个12月的时候 毛泽东这个听了 就是底下一个汇报 军委会的汇报的时候 当时就讲这个东西要继续发展 到了1964年2月的时候 他跟前学生讨论完了之后 193月这个军科院 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军工体系 就密集在那里讨论 所以1965年就已经立下 那时候立下的时候 就把它叫做645工程计 640工程计划 这个640工程计划 底下有很多指项目 640之1就是反导弹的导弹 这个640之2就是所谓远程的大炮 640之3就是雷射武器 640之4就是早期预警雷达 640之5就是所谓的弹头 这个重返阶段的物理 各种的现象 无论是诱标或者说是这个黑市 或者说是这些闪避的运动 所以这个整个研究的计划 是非常的完整 它也确实做出了很多的成果 所以这个整个计划 研发的计划 一直到1985年的时候 它突然一下 就是大概1983 85年的时候 把它停掉了 换言之呢 就政策上来讲 中国大陆是反对去发展这种的 所谓的 因为破坏了ABM 就是反弹道飞弹条约的 这种的国家的防御的能力 因为它认为这样颠覆了所有 那个嚇阻的那种安定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日内瓦 他们裁军还有军控制 他们的政策上是反对的 但是你反对并不代表你必须发展 而储备这个能量 所以他们有没有这个能量 有 它有没有正式建立这个部队 没有 因为它的基本上来讲 连中国大陆发展核武器 它的目的都是希望有一天 大家都能把核武给拆掉 所以在这个情形 并不是说要进到一个军备竞赛的节目 对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反对去做这些 所谓的国家飞弹防御系统 因为它破坏核子 核子武器的这个就是稳定性 所以在这个形象 它的政策是明确的 能量是会也要建立的 但是不会进行正式的部署 也是明确的政策 这次外界有很多的解读 我们来看 就是有关于这次陆基中段反导 这个拦截技术 说它后面有什么动机呢 麻省理工大学 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委员 有一位叫做龙大卫 这个博士他就分析说 这个试验的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动机 比如说作为发展直升式反卫星武器的掩护 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 是国家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核威哲 还有导弹防御的高级分机师 叫科斯特洛 他则认为呢反导系统 再加上中国大力投资的核系统 可能会在地区或洲际的范围之内 威胁美国跟盟国的军事基地 也提供中国大陆 这一点他特别提到说 提供了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动力 老大怎么看 刚刚讲到这两位 他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 试射之后的一个反应 我想这个中层这个反导难解 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较劲 最重要就是说美国从1999开始 到这个2019 在这一年它是20几次 它的成功率只有50% 所以说可以证明它的技术还没有成熟 但是中国大陆从2010到现在6次是100% 所以可以研判它的技术已经成熟 所以不排除可能已经成军 而且担任战备任务 这是我的想法 第二个就是从美国人讲的难解 技术上来讲 你具备中断反导难解能力 你自然就具备反卫星难解能力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试验 不排除是有对这一次俄乌战争冲突中 美国的心链系统所发挥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有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跟警告 这个是也有可能 所以前面这个人还会提出来这个事情 但是你说中共发展这个中断难解系统 加上这个激动核系统 威胁到美国和盟国这个军事 这个就夸大气势 美国有多少枚核弹 对不对 美国7000多枚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有350枚 是 虽然说中国大陆到2030要到1000枚 对美国来讲它也是 它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劣势 怎么说入侵台湾 那这根本 中国领导到现在讲的很清楚 和平只要有1%的希望 就有100% 是 还是有和平 还有他对你台湾来讲 他不会跟你合作武器的 简单来说目前是不必要 也不需要 所以他就是 所以你讲说他发展这个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垫背 然后你可以那个 其实我觉得是 美国跟日本一直在挑衅 往那个方向去push 他要为什么挑衅两岸动物 他是为自己呢 射入台海干涉做垫背 不根据干液 所以找很多理由 老大 老大的研判是说 这个试射看得出来说 中国大陆在陆基中段返导的 这个拦截技术是 果然是这个是 不断地去进步的